昨天陳日扁在這個從麵包變成便當之後呢 下午呢一口氣呢 是提出了要三十幾個證人 他未來要對職的這個名單 提出這些名單給蔡守遜說 我要跟這些人對職喔 這些人裡頭呢包括了李登輝 包括了連戰喔 這是還有蘇貞昌 這是國務機要費裡頭的人 然後另外呢在龍潭案的部分 要跟檢察官岳芳如來對職 然後在洗錢案的部分呢 甚至提出要跟他的兒子陳志忠來對職 那有一個大家覺得非常有趣 他要跟黃芳艷來對職 他希望在洗錢案當中呢 要跟新光醫院的副院長黃芳艷對職 那如果陳水扁要求對職 能夠讓黃芳艷回來的話 蔡守遜應該趕快準 就是準說 那我要讓黃芳艷來對職 但是陳水扁麻煩你想辦法 讓他回來跟我對職喔 陳水扁這一個請求當中點出黃芳艷 是不是代表透露訊息說 黃芳艷是不是要回來 因為黃芳艷要不要回來這件事情 恐怕扁家人比特徵組知道的還清楚 理論上是這樣子 但是陳水扁要把這麼多人 都找來這個對職 他其實玩的策略跟前段時間 在看光碟也是沒什麼兩樣 盡量把這個時間拖延 用時間看能不能爭取機會 能不能爭取新聞媒體的焦點 順便來去凸顯所謂的偵訊不當 或凸顯所謂的法庭不公 或者去凸顯哪些證人 這說話不可靠 他基本上策略是這樣子 那我不相信說會把法院 會照他的要求把所有人都傳來 有沒有必要問題 至於黃芳艷 其實是有點扯 因為黃芳艷怕的不是跟陳水扁對峙 黃芳艷怕的是什麼 跟吳錦茂對峙 他說吳錦茂跟他講說 你有在什麼時候 做些什麼事情 珠寶啊等等 哪一個洗錢會議 你有著急估縱 他怕的是跟這些人對峙 如果說只跟陳水扁對峙 我想不要跟吉他人對峙 吉他人事情都沒有的話 他馬上跑回來 可是跑回來 黃芳艷雖然說 忠心兄一直呼籲他回來 我想他的大石頭還沒放下來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 有沒有召開洗錢會議 這幾個人都說 你有召開洗錢會議 那你洗錢是洗什麼錢 那洗錢卡的話 就一定卡進去嘛 那黃芳艷雖然說 年紀大了說 可以想得開心 回來面對司法 倒過來講 那王佑甄說 我年紀比較大 我不要關 你年輕人就關 我老的跑得快對不對 眾人想法也有啊 那至於黃芳艷是什麼想法 他現在正是快樂得很 你就叫他回來受苦 我覺得很懷疑 他會回來 所以 快樂什麼 你不是講過嗎 所以陳水扁 他這個時候 要把黃芳艷打對峙 根本是虛晃一招嘛 我覺得這個 檢方起訴陳水扁的案件裡面 其實並沒有引用黃芳艷的政策 沒有引用黃芳艷的政策嘛 所以黃芳艷不會是檢方的證人 所以你看著起訴書 你傳黃芳艷到底要作證要做什麼 要證明你什麼東西 那你陳水扁要傳 要希望法院傳黃芳艷 就表示你陳水扁 希望黃芳艷是你陳水扁的證人 你來問黃芳艷 他的共識會對你陳水扁有利嘛 是不是 那這個情況下 當然是陳水扁要想辦法叫黃芳艷回來 那黃芳艷看的樣子是一定不會回來 那陳水扁我覺得他這個是 可能陳水扁叫得動啊 但是我覺得陳水扁說他希望法院傳嘛 不是叫陳水扁傳 那黃芳艷傳黃芳艷不回來 陳水扁講說黃芳艷隊友是很重要的 他沒回來你不能判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結案呢 事情沒有理清楚啊 我覺得他這個是誇張 因為你陳水扁也知道 黃芳艷現在根本在美國不敢回來 那你要黃芳艷傳黃芳艷是怎麼意思呢 檢方要拘棄他 通棄他都不回來啦 你叫法院用被告都生恨 都沒有辦法把他弄回來了 你用證人傳傳他回來 你叫黃芳艷回來領證人出席會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上面應該再加一個王宥征啊 還有什麼劉松凡啊 什麼陳友好 都加進去 反正都傳不來 通通叫他傳來好了 我們先來看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庭實錄 已經開庭10分鐘了 這個吳淑貞打了5個哈欠 而且還告訴法官報告說 今天血壓比較低一點點 那律師的部分則是說 這些證據能力通通都不真實 他們要求所有的人都要當庭重新對職 我們先進廣告再來看最新的法庭實錄